五個月大男嬰身上擦滿管子 在家戶病房 家長心疼不已 控訴保姆涉嫌虐待 回到保姆租屋帶小孩工作地點 鄰居聽聞都非常震驚 離親事發經過 三月四號送去第一天 保姆抱怨男嬰常哭鬧 不要讓我覺得失望 想退貨 家長發現三月七號男嬰左大腿瘀青 隔天保姆回報 男嬰尖叫哭鬧一整天 四月二號保姆拍照給家長 發現男嬰右上眼皮也瘀青 到四月十號就因為意識不清 近期開刀搶救 事後男嬰媽媽的友人也在臉書質疑 為何當下不叫救護車 孩子正在給這名保姆帶的鄰居 幫忙說話 表示當下保姆已經慌亂 男嬰如骨骨折 急性一腦摸下出血 家長報警 檢方帶回保姆訊問 認為他涉犯刑法重傷害罪 向法院申請擠壓獲准 其他有人由被告托育中 有反覆實施犯罪之餘 向法院申請擠壓獲准 我們社會局就主動聯繫 地檢署在十一號偵訊 五十歲王姓保姆 托嬰經驗十年沒有違規記錄 另外正在托育的兩名嬰孩 也緊急轉介 如今男嬰還在跟死神拔河 家長只希望司法介入 快點找出原因 釐清真相 三十五 胡錫瑩 古福仙 高雄 波董